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最近天氣還算不錯啦 持續的回溫大致上是穩定的 不過下午的時候 容易有一些雲系發展起來 有一點雲 加上有一點空氣污染 有一點霧霾的感覺 沒錯有水氣又跟這個霾 水氣跟霧霾合在一起 這個就是這幾天的寫照 午後的時候就有這種景象 大致上天氣是一天比一天緩身當中 大家都是類似這樣的天氣 所以我才說穩定 但是這不代表不下雨 會有午後的震雨 有時候局部地區容易發生 下週四週五 封面接近就會溫度下滑 轉為有雨的天氣 大致上台灣上空是有點水氣的 但是又不算太多 基本上又很穩定 所以這個時候又有霧又有霾 兩個合在一起 就變成能見度比較糟 下一個改變的時間點 基本上是在下週四 在這個之前都是吹的偏南風 所以有點炎熱 是屬於炎熱的天氣型態 大致上改變的點就是在禮拜四 禮拜四封面會下來 這波封面走得很快 還不是典型的梅雨封面 雖然進入梅雨季 但是不是梅雨季的封面 都是梅雨封面 越來很快的就走了 然後就吹的偏南風 下一波大概是五月中上旬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到五月中旬之前 還看不到一個像樣的梅雨封面來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因為我們很需要 梅雨封面帶來的雨勢 可是又害怕的雨又下得太大了 所以這個是五月 其實是最麻煩的這一點 那最近其實油水器 又有加空氣汙染堆 霧霾是比較嚴重一點點的 大致上台灣各地 這兩天吹的偏南風 靠山區容易 午後震雨的機率會大一點點 接下來各位注意看 都是吹南風 吹南風會越來越熱 禮拜四就是吹的偏北風就下來了 接下來整個環境就改變 不過走得很快 禮拜五就明顯回溫了 這波的封面 目前來看的話 雨氣水氣沒有太多 大致上這幾天都容易有些午後震雨 東半部宜蘭 北部都容易有些局部短暖震雨 中南部的山區也有機會 大致上禮拜六晚上的天氣 大致都還算不錯 雨量比較多 西半部空氣品質比較糟一點點 屬於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東半部的天氣也都還不錯 禮拜天其實溫度都會拉到30度左右 基本上是多雲時勤的天氣 但是有一點空氣汙染 霧霾的現象 蠻明顯的請大家多留意